夏季到了,估计很多人都知道要喝绿豆汤了,其实,夏季是喝姜早茶最好的时候,喝它不仅健胃,排湿,还能养血,补气,把体内病气都扫光光。 夏季为什么适合喝姜早茶?因为人经过一个冬天,一个春天,体内积聚的病气会比较多,夏天也热,人体操力是开放的,体内氧气空虚,此适合一杯姜早茶,既能补体内氧气之需一温中,又能助氧气发散里排寒,恰好符合皇帝内经春夏养阳的宗旨。 天热以后脾胃比较稀好,用姜早补补脾胃,夏天会过得舒服一些,每天早上一杯姜早茶,去病厨师就靠它。 制作方法,姜早茶两杯的量,原料,红枣溜喝,勾起一把,生姜四片生姜不要去皮,姜的分量不要少,煮出来的水喝起来要有点辣辣的,另外红枣要去喝。 做法,加适量水,煮成的红色即可,体寒大了,所以多加了几粒花椒,煮成花椒香早茶,去寒式的效果更强,以下是两杯的量,也可以分量提高,多泡一些。 煮完后的姜早茶,冷却后,装入干净的瓶子内,放冰箱冷藏,什么时候喝水的时候要烧两勺,用它水一冲泡就可以喝了。 功效,大枣,具有补中益气,养血安神的作用,主要用于中气不足,脾胃脂弱,体倦乏力,食少变糖,水失味黄,妇女脏造等正大。 不过,饮大枣含糖量高,糖尿病人应少吃,生姜,它能使血管扩张,血液循环加快,促使身上的毛孔粘开,生姜去病保健的方法由来已久。 这样不但能把多余的热带走,同时还把体内的病菌,寒气一同带出。 枸杞,伴草杠木中说,酒肤肩筋骨,精深不老,耐寒熟,具有炎化衰老,抗脂肪肝,调节血脂和血糖,促进造血功能等方面的作用。 茶饮具有温中散寒,之后,挥药通脉,补血正气,造势消炎的功效,饮用后能促使血管扩张,全身有温热感,具有肠心作用。 茶饮促进消化,增加肠蠕动,保护胃粘膜,对外挥养有明显抑制作用。 茶饮力胆,震痛,解热,抗炎,抗菌,抗流感及上呼吸道感染,对风湿性关节炎,咬肌劳酸也有较强的效果。 茶饮很适合下浇寒湿重的人喝,女性空汗白带多而清晰,痛经,男性肾寒,还有肠胃虚寒,慢性腹泻的人,可以尝喝,由于将早茶能够去除寒湿,调和饮味。 特别适合在空调房间办公的人,文心提示一,学好大枣制作酱草茶,圈枣也是个关键,只有用大枣才能起到暖身去寒的作用,而且大枣要切碎,用水煮才可以把里面的营养煮出来,才能更好的方会要小。 量姜喝早要冷水下锅煮的时候,姜喝早要冷水下锅,这样才可以把姜的味道挥发出去。 喝的时候喝不出姜的味道,即使不喜欢吃姜的人,也可以喝姜早茶的。 PS,姜早茶的做法很简单,把生丹,红枣,枸杞一起煮成茶喝即可。 喝茶先失职,特别适合羊虚体质的人,什么是羊虚体质呢? 最大特点就是一年次季都怕冷,手和脚摸上去是凉的,胃和肚子怕冷,甚至总是凉凉的。 女性会痛经,男性,羊味早泻,想要具体了解羊虚体质调养,可以参阅既往文章《中医体质调养》,羊虚集,不体寒的人,这个季节也能喝悠,如果不是血寒的人,最好不要一年四季天天喝姜早茶,特别是秋冬季容易煞火。 但在这个时节,不体寒的人也能喝,姜早茶什么时候喝好,每一日的饮用方法,最好是上午把它喝完,不要超过中午,因为姜是喝在早上吃,下午和晚上不适合喝姜茶,下午三点后喝会影响睡眠,很多人怕喝完姜早茶容易上火,其实只要上午喝是不会的。 姜早茶什么人不能喝,一般来说,羊虚体质适不适合饮用的,像舌红,口嘎,手脚心热,心烦失眠,这些属羊虚体质的剂肉,脾胃热性的也不能喝,会造成湿热。 想要具体了解,营虚体质调养,可以参与既往文章,中医体质调养,营虚集,文心提示,今年冬病夏至已开始,服用姜早茶也是冬病夏至的有效方法之一,需要开房调配的朋友,欢迎与网民联系,可在文末评论处留言详询,欢迎看到本案的朋友,将更多人受益,祝朋友们下季健康喜乐。 中医健康管理就在身边,关心您,我们最专业,网民不仅是您和家人的私人健康管理,也是您一生的朋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